我觉得这样好不好 他是没关系 我首先提议一下 康康应该往前坐一位 他不但不能得到警惧 他还得往前坐一位 因为他太跑偏了 主要我想要警告一下 后面那些写事的朋友 不能像康康这样站起来就说 对 先惩罚康康往前坐一位 好 好不好 好 现在 他凭什么 黄景云为什么到八呢 就是 我赢了 我实在不好意思 再往 再让康康罚太多了 可是我刚才好歹也压上了韵 我觉得你是 下面就凭金剧了 我觉得欣欣可以 欣欣这个 欣欣表现可以 我觉得欣欣可以 跟那个黄景云有个换 我也觉得 是有一格的吗 但是规则是只有一格 但因为我们刚才整个的表现太失控 我们要不要破格 把欣欣调到第八位 但徐凯不同意 他只同意他旁边是一个女士 对 因为徐凯不同意 那暂时不调 没 我管他呢 我同意 我同意 他同意 好 现在很遗憾 黄景云你要换到第三位 吴欣 恭喜刚才这一句 一下 荣人第八 承让 就因为这样一个银行密码 你啥也没做 是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 这是怎么了 康康应该往前做一个 对 我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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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向你发起了挑战 你别着急 你什么先生们 金超和黄景云 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黄景云 你到底没打 马上就要出现 下一题就问顶 金超该不该挪 三二一 不用 你就在你的位置 好 第一